好 各位同学 下面咱们看下一项考点是诉讼时效制度 是第二章当中的一个致点 那么这块是五年有三次所考到 五年三考核 我们首先先看它的实用范围 就是哪些请求者适用于送时效 哪些是不适用的 好 第一个问题 是适用的情况 主要适用于请求权 大部分请求权 包括了债权请求权和物权请求权 这种适用都可以 好 那么关键是哪些不适用 这块呢 一个是民法典规定的有这么三条 第二个呢 是我们的这个诉讼时效 此法解释所规定的三条 二个来看一下 首先看第一组是民法典所规定的三个情况 第一个呢是停止侵害 排除妨碍 消除危险 这三项请求就不适用 那请求停止侵害的话呢 指的是在一个正在进行中的侵权行为 有可能侵犯的是我的物权 财产 有可能侵犯是我的人身权 还有可能侵犯我的知识产权 总之呢 他的侵犯是处在一个持续的过程当中 对吧 比如说呢 对方啊 是这个编造谎言 同时伪造证据 在微博上 发布相关我的一些不好的消息 但是伪造是编造的 侵犯的是我的人身权当中的这个秘诀 那我发现之后的话呢 是有权让他从微博当中撤下去 删除该帖子 对吧 本身呢 是侵犯我的民意权 是正在侵权的过程当中 我有权主张是停止侵害的请求权 这个呢 并不适用于三年的实相 对吧 第二个呢 是排除妨碍 第三项消除危险 这两项的话呢 主要针对是物权来讲的 那比如说呢 这个我家这个房子啊 旁边有个邻居叫李四啊 假设呢 他把这垃圾堆放在我的门口 阻挡了我的出行 是吧 是这个妨碍了我出行权 虽然没有直接侵犯我的房屋不动产 但是呢 他是侵害到了我的这个对房屋 我的物的圆满支配的这个权利 对吧 此时呢 我有情要求他把垃圾赶紧去走 把东西给挪开 对吧 保持我的通行畅通 这个呢 是排除妨碍的请求权 不是用三年诉讼实相 第三个呢 是消除危险 指的是呢 客观啊 某个人他的物 可能出现某种危险的因素 此时呢 可能让我的物 处在一个危险境地 所以呢 该风险该危险甚至发生 但是现在的话呢 看着很悬 很危险 很害怕 对吧 我有权要求他把这个危险因素清除掉 比如说呢 这个李四啊 他在他们家的这个外墙上 挖相关的这个菜匠啊 或者是挖地匠 对吧 往下的挖 但是呢 我跟他邻居嘛 同一个围墙 同一个墙用的是本身邻居啊 相隔的 那么他呢 在挖菜匠时 就势必会影响到我的房屋的这个结构 出现结构上的一些这个危险因素啊 有可能是防导屋塌 对吧 我在发现之后的话 有群要求他把危险因素清除掉 把菜匠啊 把地匠填上 对吧 是清除危险 或者说呢 他在他的这个车位上 堆放了很多危险化学品 我跟他车位正好相邻 我一停车 他的危险化学品出现了爆炸 出现相关的燃烧 就影响了我车的安全 对吧 这种情况下 我有群要求他把危险化学品 把酒精 把原料等等 给你挪走 对吧 是消除危险请求权 总之呢 这三项啊 这三项 他并不适用于三年失效期间 这个呢 首先先记住他的名称 赛季结论 好 第二个呢 是我们所讲到的物的返还请求权 是物权请求权一种 等于说呢 我的东西在手中 手机在手中 你不给我 我呢 有权向你主张 我手机返还的请求权 是物的请求权 对吧 好 但是呢 有这么两个情况 是不适用诉讼时效的 第一个呢 是不动产的物权 包括呢 像房屋 建筑 构筑 还有呢 像土地 对吧 第二个呢 什么呢 第二个是这个 登记的动产 什么是登记动产呢 你想一下啊 什么情况 动产要登记 主要说的是交通运输工具 对吧 包括呢 像机动车航空机和船舶 统称是登记的动产 好 一个是房屋等不动产 一个呢 是我们有关登记动产的交通运输工具 对不对 这两个物 如果被第三方啊 所侵害 所这个占有 此时的话呢 我们的权力人 所有权人 主张远物的返还请求权时 这个请求权并不是用诉讼实项 这个呢 要记住啊 是不动产的这个物权 加上登记动产物权 对吧 是物的返还请求权啊 好 第三项的话呢 是三个跟人身权 跟人身属性 跟亲属权 相绑定的债的请求权 是要钱的权利 一个呢 是抚养费 第二呢 赡养费 第三呢 是抚养费 这个抚养的话呢 指的是上对下 是父母呢 对子女抚养 这个赡养的话呢 是下对上 是子女对父母赡养 而这个抚养呢 是平伴的 兄弟姐妹之间啊 有抚养关系 对吧 好 这三项啊 他的前提都是有相关亲属权 有身份权 对吧 比如说呢 这个父母和子女和孙弟 对吧 还包括兄弟姐妹啊 等等 他呢 以亲属权为前提 跟人身权相绑定的债的请求权 他并不适用诉讼实项 那并不是说呢 超过三年时间了 就解除了负责关系了 对吧 总之呢 这三项算是债的请求权 但是并不适用于三年诉讼实项 要关注啊 好 后边呢 是诉讼实项 司法解释所规定的 以下这几种 也不适用诉讼实项 第一个呢 是存款本金 及利息的请求权 为了把钱存在银行 储蓄存款 存个五年 存个十年 对吧 到期 自动了滚存的情况下 我虽然没有去取钱 没有去主张 返还本金加利息 但是呢 这个事儿 并不超过诉讼实项 他根本就不适用诉讼实项期间 好 第二个 是对付国债 金融债券 以及呢 向不特定对象记公众 向公众 来发行企业债券的 本息请求权 就发行方呢 发行相关的债券 对不对 然后呢 对方是债券持有人 是债权人 而发行人是债务人 有可能发行五年期 六年期等等 对吧 此时呢 这块债的请求权是包括了 本金加利息 跟第一点类似 对吧 此时呢 也不适用于诉讼实项 也包括国债 好 第三项呢 在公司法当中 可具体的应用 在商法当中会引用 该条基本的规则 就是呢 这个投资关系 跟投资关系有关的 和欠几的各项出资请求权 比如说呢 你我加张三 咱们仨人 一块是假公司 约定好呢 你出十万 我出二十万 张三出三十万 你俩把钱都交了 但是呢 我们又向假公司 去交付出资 那么假公司的法人 要求我把出资 缴旗的请求权 是不适用诉讼实效的 对吧 哪怕超过三天时间了 也是不适用诉讼实效的 也依然能够向我来主张 对吧 这块呢 在公司法当中 甚至的企业破产法当中 都有具体商法的应用 这个呢 要记住啊 好 那么这么多怎么记呢 咱们呢 主要记住是诉讼实效 不适用的情况 这两组 变口句啊 变口句 是停牌销人参 房车反财产 存债之本息 出资请求权 一共是四句话的口诀 咱们解释一下啊 首先 是停牌销人参 啥意思 觉得是呢 三项 跟物有关的请求权 包括停止侵害 排除妨碍 消除危险 简称是停牌销 取得一个字 对吧 人参的话呢 特指啊 人参权特指什么呢 特指是跟人参属性 跟身份权 跟亲属权 相绑定的这三项 债大请求权 简称人参 以人参来做标志啊 后边呢 是房车反财产 反财产指的是 远物的返还请求权 是物上请求权 一个是房 特指是什么呢 是不动产物权 第二呢 车特指是 登记动产的物权 对吧 咱们讲话 包括呢 机用车 航空器和船舶吧 是登记的动产 所以一个指代是 不动产物权 一个指代是 这个登记动产物权 简称是 房车反财产 对吧 后边呢 是存债之本息 包括呢 存款的本金加利息 还包括呢 是这个有关国债等等 国债公司债加企业债 对吧 是本金加利息的请求权 也不适用啊 后边呢 是出资请求权 指的是出资人 针对所出资那个组织 他的出资义务 对吧 那个组织 要求出资人 交纳出资请求权 不适用的 不适用诉讼实效 对吧 这块呢 咱们总结出 四句话 涵盖了哪些 不适用诉讼实效的情况 要记种了啊 咱们记得是 不包或不适用的情况 对吧 好 后边呢 咱们看第二点 是诉讼实效种类 那包括呢 以下这么两组啊 第一个呢 也是主观知道的时间 是主观起算点 是当事人知道 或应当知道 权力被侵害致起 还是算的时间 那包括了一个是 普通诉讼实效 第二呢 是长期的诉讼实效 普通实效呢 是大多数请求权所使用的 是三年时间 同时呢 是能适用于中止 和中断的规定的啊 好 长期诉讼实效 是教材当中所引用的 有可能出现 个别单选题或多选题啊 他的时间是四年 主要呢 跟涉外经济合同相关 一个呢 是涉外的户买卖合同 第二呢 是这个技术进出口的合同 跟涉外合同有关系 这两项是四年的时间 好 第二大类的话呢 是客观起算时间 也称之是长期诉讼实效 以权力被侵犯 知己看算的二十年 类似于我们前发所讲到的 撤销权 那个五年和一年关系 对吧 它呢 是二十年时间 同时要注意啊 长期诉讼实效 二十年 是不能依法中止和中断的 但是能够经过当身申请方式 法院准许方式 适当做延长 是能适用延长的 但是呢 并不适用于中止和中断的规定 这个呢 要清楚 好 后边呢 咱们看一下相关图示啊 之前咱们讲过 那个五年和一年和九十天 那个关系 这个呢 也类似啊 首先 客观起算时间是固定的 是卡死的 对吧 一边的话呢 起算点是我们的权力 被侵犯智体的二计算 同时呢 后边正好是二十年时间 咱们称之最长的诉讼实相 对吧 那么中间呢 咱们称之是普通失效期间 那个三年 三年的话呢 起算点是主观知道的时间 其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 自己全被侵犯智体的时间 对吧 如果呢 过了二十年还不知道 一般来说 超过了诉讼实相 相关的权力就此消灭 对吧 但是呢 在二十年里边 如果在知道情况下 在三年不去主张 那请求权有可能权力 也依法会消灭 对吧 这个呢 跟我们前面所讲的 除此期间 撤销权的时间 类似啊 好 后边呢 是起算点 一般规定 权力知道或应当知道 权力受到侵害 以及一有人时开始计算 主观知道时间 对吧 好 法律六规定 从其规定 咱们像一般啊 那么我们讲呢 是包括三个原则 同时满足时 起算诉讼实相 第一点的话呢 是知道了有侵权的事实 对吧 有个客观 侵害的事实 第二点的话呢 是要求权力人 知道或应当知道 请求权受到了损害 又出现损失 出现损害的结果 那么第三呢 要清楚 谁侵犯的相关权力 侵权方是谁 义务人是谁 要清楚 对吧 要知道 加害人 知道诱人 这三点同时的满足情况下 开始计算诉讼实相 好 后边呢 是具体规定 法律 有明确规定 起算年 那我们掌握是两组 第一呢 是一般的债权 第二呢 是人身侵权 先看第一个 是一般债权 通常来讲的话呢 如果是我欠你钱 而且约定是明年到期 是吧 是2023年 假设6月10号到期 好 在2023年6月10号 到期时 我如果不还钱 到期我赖账 我是老赖 对不对 那么此时呢 这个诉讼实相 自清诚日戒满时 开始计算三年 是吧 你是权利人 我们是还钱的战务人 是义务人 我到期不还钱 那么你我之间债权 你的债权 你的权利 自2023年6月10号开始时 开始计算三年 是吧 是债务履行期间 见满日 开始计算计算你 好 第二呢 如果是分期来履行 分期履行的债 此时呢 自最后一期 最后一期履行期间 见满时 开始计算诉讼时效 比如说呢 这个货款是分三次来履行 是吧 分别是呢 这个3月10号 然后呢 是5月10号 加7月10号 对吧 那么此时呢 7月10号是最后一期吧 最后一期 最后一期如果不履行 那么此时呢 我们的诉讼是要统一在 7月10号往后算 这三年时间 是吧 是最后一期 履行期限建满日 开始计算三年的普通时效 对吧 好 后边呢 如果咱们双方当时 没有约定债的履行期限 就不知道 最后一天 建满日是哪一天 对吧 那怎么办呢 如果依照您法典或其他规则 能确定债务履行期限的 有约定按约定 有法定按法定 对不对 此时呢 能确定出一个债务履行期限建满日 按照此日期也是一样的 也是呢 期限建满时 开始算三年的计算点 对吧 好 第二呢 如果根据这个约定 根据相关的明发点规则等等啊 无法确定到期日 那怎么办呢 有点两种 第一个 此时呢 这个你要求我 是这个三个礼拜 对吧 是三个星期 必须把钱还了 给了我一个宽限期 那到了三个星期之后 借满了 此时我还不还钱 自宽限期满时 开始计算你权利人的诉讼 时效三年 对吧 是宽限期满时 为期算点啊 好 第二点 是债务人呢 在债权人第一次 向其主张权利时 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 从债务人明确表示 是不履行义务之日 开始起算速速实效 比如说呢 你借过钱 但是未去到期日是哪一天 就先让我用了钱 结果呢 用了一年多了 在大街上 你看见我了 说张老师该还钱了 我明确说 我没钱还 此时是明确表示 我不履行战 对不对 那么此时呢 在大街上 咱们遇到那一天 我明确表示是老赖 这一天 就开始计算三年的诉讼时项 是第二点那种 是吧 也好理解啊 好 后半呢 是人身侵权 我们呢 指寄一点 指寄一点是什么呢 是未成年人 既包括是男孩 也包括女孩啊 遭受性侵害 他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是对方加害人侵权方 侵犯了未成年人的人身权利 而且特指是性侵害 对吧 好 此时呢 自受害人年满18周岁时 才开始起算这个事件 是民事赔偿请求权 他的三年事件 对吧 也就是呢 自成年之后 满18周岁之后呢 才开始计算这三年诉讼时项 好 大家注意啊 还是遵循起算点的一般规则 就是满18周岁时 他必须主观知道受侵害了 同时呢 要清楚加害人侵权方是谁 再次前一项 才起算诉讼时项 如果还不知道加害方是谁 不知道侵害的事实 也是不起算的 对吧 这个呢 要清时间 要清楚一般规则啊 好 后半呢 是诉讼 是要当中一个很重要规则 是终止中断和延长问题啊 咱们前面讲过 普通的诉讼时效 是涉及到终止和中断 不是延长 对吧 而最长诉讼时效20年 它呢 是不涉及终止中断 但是涉及延长 这个呢 适用范围要清楚 好 因此终止中断 咱们主要说的是三年的普通时效 好 第一个问题是终止 首先看它的概念 看它的要求啊 那么第一个问题的话呢 是什么情况下 什么诉讼期间能够产生终止的效果 必须是诉讼时效最后的六个月 是在最后的六个月 出现了法定四种障碍的情况 才产生终止的后果 对吧 因为这句话呢 也就是在诉讼时效三年期间 建满往前推算六个之内 出现了四种障碍之一的产生终止 产生终止 好 第二的话是哪四种障碍呢 是客观出现了某种情况 导致全人 没有办法主张诉讼 没有办法提起仲裁 没有办法主张权力 是客观因素所引起的 对吧 好 包括哪些呢 包括不可抗力 事前想不到 发生躲不开 这后的话你搞不定 对吧 是不可抗力 比如说出现地震 海向泥石流 把法院冲跑了 道路阻碍 没有办法主张权力 对吧 此时呢 是出现终止的事由啊 好 后半呢 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或者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没有法定代理人 或者是法定代理人 死亡 丧失民事行为能力 对吧 丧失代理群 比如说呢 一家三口是出去玩儿 结果呢 一下撞车了 撞车的话呢 这个父母 直接就当场去世了 很不幸 留下小孩 小孩的话呢 是个五岁小孩 对吧 那么此时呢 在主张有个保险赔付 相关民事赔偿的诉讼当中的话呢 如果这个时间 出现了相关的诉讼 是要见满的情况 对吧 现在的话呢 父没有了 法定代理人 死亡了 或者是呢 也是丧失行为能力了 总之 没有办法 主张权力 而监护人 没有揭须上 对不对 那么此时 也是客观情况 导致 没有办法主张 民事诉讼活动的 如果发生在 最后的六月之内 对吧 此时的话呢 我们说是终止的 事由 好 第三个 是继承开始之后 未确定 继承人 或者遗产管理人 比如说呢 张老汉 无幸去世了 对不对 他的有关房产 有关涉及债务等等 债权等等 此时呢 由他的合法继承人 法定继承人 和遗产管理人 来涉及到有关的诉讼活动 去主张权利 去追讨债务 对吧 但是呢 目前来说 相关的权利方 有关继承人 是不确定的 遗产管理人 也是不确定的 总之 没有一个人 对不对 是主张 张老汉 生前相关债权的诉讼活动 对不对 如果呢 该事件 是发生在最后的六个月 倒着终止 倒着终止 也是客观情况导致的 好 最后什么呢 最后是 权利人 被义务人 或其他人 所控制 把他转禁了 关起来了 是不是 非法的这个居压了 此时呢 这个权利人 没有办法去到外边 主张权利 没有办法去启动诉程序 启动仲裁程序 对不对 是被控制了啊 好 这块呢 咱们简单 通过口诀方式来总结啊 那么如果判断 终止情形时 怎么判断 是一看期限 二看四种障碍 诉讼时效和终止 一期限二障碍 好 期限要求是最后的纽约 对吧 期限是届满钱 纽约 好 出现是障碍 障碍的话呢 是包括了天灾 人祸线 天灾特指是不可抗力 对吧 不可抗力 好 人祸线是三凶险 包括哪些呢 包括是疯子小孩 无人认 啥意思 就是呢 这个无 这边的人 对吧 或者限制 这边的人 他的法登代理人 他的监护人 也变封变闪 或者死亡了 对吧 总之呢 没有人就代理他提起相关诉讼活动 是吧 称之是疯子小孩无人 后边呢 是死后遗产暂无管 去世之后呢 未确定继承人 或者是未确定继承管理人 对吧 此时是死后遗产暂无管 然后呢 是债主 债主特指是权利人 债权人 被关了 阻止他去申冤 咱们前面讲过 最后一点 是不是啊 是权利人 被义务人所控制 或其他人所控制 简称是债主被关 阻申冤 导师 把导师记一下 就可以了啊 这个呢 是有关终止的 法定情况 和期限问题啊 好 后边呢 如果这个相关的事件 他呢 消除了 对不对 是能够去装诉讼了 有代理人了 有监护人 接续下来了 对不对 此时呢 这个债主出来了 能够去起诉了 这种情况下 自终止是由消除之后 多长时间去起诉 诉讼时效 是延伸留约 是固定延伸留约 即中止失效的原因 消除至起留约 对吧 是诉讼时效期间才建满 总之固定给六个月时间 而不是中止多长 后边补多长 固定留约 对吧 这个要清楚啊 好 后边呢 咱们看一下中段 中段跟中止最大不同什么呢 是中段是由销售之后 是重新计算三年 而中止相当于是按了暂停键 暂停计算 对吧 而中段的话呢 相当于按了复为键 重新再计算三年 打着滚往前算三年 这个意思啊 好 那包括哪些情况呢 咱们简称是两项提起 加一个同意 两项提起指的是权力人 提起某份主张 主张相关的权力 一个提起什么呢 提起是有关的旅行战务的请求 是权力人向义务人 直接主张旅行战务 第一个提起 第二提起的话呢 提起什么呢 提起是有关的诉讼 或者申请中裁 对吧 是提起诉讼 加申请中裁 通过呢 启动司法成绩方式 去主张权力 好 一个同意 什么意思啊 只是义务人 同意履行义务 这意思的话呢 指的是义务人 对自己所欠占 承担义务 承担债务的事实 做重新表述行为 是重述行为 对吧 也包括了什么呢 债务人 制定债务清装计划 或者要求分期履行 部分履行等等情况 都相当于承认 相关债务出现了 有债务的事实 有欠债的事实 对吧 而义务人 同意履行义务 承认 自己欠债事实 这事 本身就造成中断的后果 重新进三年 对吧 好 后边呢 注意啊 诉讼 持效 自发解释当中 对这块呢 又做了一个延伸 又做补充了 事与提起诉讼 或申请中裁 就同等法律 效率 其他事项 也是跟诉讼法 跟民事诉讼程序相关的事项 好 包括哪些呢 包括这么多啊 这块呢 他其实呢 写得很这个夸张了啊 是拓展了很多 民事诉讼法的内容 但是呢 这考试 他不考民事诉讼法的具体规则 只是这块呢 他考相关的一些条目 考相关的表述 有可能在多选当中来出现 我们呢 把相关的文字呢 看一下 纸记结论 纸记结论 纸记文字表述啊 好 比如说 像申请支付令 算 还包括呢 申请破产和申请破产债权 为主张权利 而申请宣告 业务人失踪或死亡 申请诉前财产保全 诉前临时禁令 等诉前措施 还包括呢 申请强制执行 是民事执行程序 对吧 还包括呢 申请追加当事人 或者是被通知参加诉讼 在诉讼当中去主张抵消 等等了啊 我们呢 把这块诉讼 是要司法解释所规定的 与提起诉讼和仲裁 就同等效率中断的事由 总结口诀 是以下这么几句话啊 你看 是仲裁破产支付令 失踪死亡强执行 诉前措施提抵消 申请追加当事人 就包括了像什么支付令 申请破产债权提起破产程序 还包括呢 提起仲裁 对吧 还包括呢 申请这个失踪死亡宣告 对吧 申请呢 民事强制执行等程序 都是导致中断的 跟民事顺务活动相关的 是有 导致中断 重新再算三年 对吧 好 后面呢 咱们看中断的法律效果 之前讲过 他呢 类似于是摁了付卫件 之前经过的实际效 全部是无效了 对吧 经过的期间 归为是无效 第一点 好 第二呢 是中断实际的存续期间 是暂停计算的 那么他的存在的石油 消除之后呢 是重新计算三年 你看啊 跟中止不一样吧 中止的话呢 只是石油消除之后 它呢 是直接算六月 六月 千件满时 速送 石油消除之后 对吧 而中断的话呢 石油消除之后 是重新再计算 这三年时间 再给个三年 对吧 在长期 速送时效 最长速送时效 那二十年当中 能够多次反复中断 反复打滚 反复起算三年时间 但是呢 最长 是不得超过 我们二十年时间的 对吧 这个呢 要清楚啊 中断 重新建三年 而中止 消除之后的话呢 后半再给六个月 六个月的话呢 就接见满了啊 好 后半呢 咱们来看一下 这块置点的相关题目啊 首先先看 21年所出国的单选题 考的是 诉讼时效的 使用范围 很难啊 这个题目很罕见 它呢 是通过案例方式 来考核的 好 说的是出国访学甲 在回国之后呢 发现邻居仪的房屋 外墙是摇淤坠 年久失修 对吧 随着可能是倒向自己房屋 你看啊 出现摇摇欲坠 年久失修 它指的是出现客观的危险因素 对不对 直接砸下来 砸到自己房屋之上 在这种情况下呢 是有权 要求邻居怎么着呢 要求邻是消除该项危险 对吧 而消除危险的物权请求群 咱们讲过啊 是不是用诉讼时效的停牌 消人声 对吧 好 后边呢 发现邻呢 是擅自 擅自是侵入到了自己的房屋当中去了 是侵犯了不动产 对吧 然后呢 在自己的房屋里边门口 所以呢 堆放垃圾 倾倒垃圾 你看倾倒垃圾的话呢 本身是妨碍了假的物权支配 对吧 本身的话呢 是阻挡它的通行 或者是呢 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垃圾物 侵入到房屋之内 对吧 这种情况下是本身是出现了妨碍的客观情况 那假是有权要求你排除妨碍 排除妨碍 后边呢 是损害自己的房屋门桩 等不当行为 你看 把他的房屋门桩 玻璃打碎了 门弄坏了 这什么呢 是损害了他的物的这个相关的损失 出现了物的价值贬损 而是因为对方倚的行为造成的 对吧 出现了一个什么呢 损害赔偿请求权 损害赔偿请求权 要赔钱 对吧 要修门 要补窗户 这个钱是一般的债大请求权 对吧 是债权请求权 它呢 适用诉讼时效三年规定啊 但是呢 像销出危险 像排除妨碍 对吧 还有呢 包括像房屋的 不动产的原物返还请求权 它是不适用诉讼时效的 咱们讲过啊 停牌 销人身 房车 返财产 对吧 停止请害 排除妨碍 消除危险 再加上是不动产物权返还请求权 不适用诉讼时效 咱们并口诀 对吧 好 那么就问你啊 然后呢 相仪去主张入官请求 根据规定 下列请求权当中 是什么呢 适用诉讼时效的是什么 就哪些 适用诉讼时效 对吧 你看啊 包括了什么呢 包括了消除危险 还包括是排除妨碍 对吧 好 A选项 请求以加固 随着倒塌的那个房屋的外景 是什么呢 是消除危险 消除危险请求不是用诉讼时效 对吧 A选项是不能选的啊 好 B选项 如果呢 以侵入了甲的房屋当中 甲要求以去返还房屋 是不动产物权的返还请求 是不是啊 我们说房车反财产不适用 因此B选项 也是不适用于 诉讼时效三年的 也不适用啊 好 C选项 请求以呢 是停止在自己房门口 倾倒垃圾 什么呢 这就是排除妨碍 还包括停止侵害 对吧 如果也呢 是每天啊 很固定的 准时 有定时的那个时间 都到甲门口对方垃圾 倾倒垃圾 把甲的门口当成垃圾场了 对不对 此时有权 要求以停止侵害 别往这儿造垃圾了 另外呢 已经到的垃圾 阻碍的我出行了 阻碍的我的院落的美化了美观了 我有权是要求一封排除妨碍 发出排除妨碍的请求权 对吧 那无论是停止侵害也好 还是呢 排除妨碍 加上消除危险 都不胜诉讼 是要三年 对吧 做C选项也不适用啊 好 D选项 什么呢 是请求仪 把门窗修好 是一个债的请求权 是损害财产的赔偿请求权 这个呢 本身是债权请求权 它呢 适用三年的诉讼实项 对吧 因此本题正确选项是D选项啊 其实呢 在考场上 如果大家遇到类似题目 千万不要惊慌 好在是单选的 是不是啊 能够做排除法啊 那你看一下啊 只要能背下来 有关口诀 能够清楚的记住 我们的有关不胜诉讼 实效的那些情况 ABC 是能够第一时间做排除的 能够将近排除 对吧 所以剩下大家只能选择D选项 好在出的是单选题啊 好 这是呢 二一年所考过的 好 再来啊 单选题 说下来关于诉讼实效表述当中 哪些数法错误 也考的是诉讼实效生范围啊 A选项 是申请破产 申报破产债权等行为 那么可以导致呢 是诉讼是要中断 对不对 我们讲过啊 中断受当中 包括是两个提起家 一个同意 同时呢 还包括了与提起诉讼 申请中的相同等效率的 其他的诉讼活动 对吧 包括呢 像这个仲裁破产支付令 失踪死亡强执行 诉前措施提抵消 申请追加当事人 对吧 有口诀的啊 所以A选项是破产相关的 对吧 包括了申请破产啊 还包括呢 是申报破产债权 是导致中断的情况 A选项是 观点正确 正确吧 诶 证据咱们倒不选啊 选的是错误嘛 因此咋插死啊 好 并选项 说对付国债本金和利息的请求权 适用普通负负责实项 咱们讲过啊 这个停牌销人身 房车反财产 存债之本息 出资 请求权 是不适用的 对吧 那么里边呢 所讲的存债之本息 它既包括了是这个存款人 要求银行金融机构 返还本金加利息 也包括了是债券持有人 要求国债发行人 要求企业债券 公司债券发行人 返还本金利息 请求权 对吧 那么B选项 对付国债本金加利息 请求权 是不适用诉讼时效的 对吧 是不适用的啊 所以B选项说适用 那不对吧 适用是不对的啊 因此当选 好 C选项 请求支付抚养费 赡养费 或抚养费的请求权 是不适用诉讼时效的 对不对 是人身 跟人身权 跟亲属权 将绑定了相关的 占据请权 对吧 包括了三项啊 抚养费 赡养费 加抚养费 这三项跟身份权 有关的债大请求权 是不适用三年诉讼时效的 说得对不对啊 不是用 说对了 说对了 咱不许啊 打叉子 好 逆选项 是身体受到伤害 要求赔偿的 适用是普通的诉讼时效 对吧 这个正确啊 本身的话呢 要求对方 损害 赔偿 是人身损害 赔偿请求选 对吧 剩三年的 普通诉讼时效期间 没错啊 好 也不选 本题 选择错的选项 因此只能选择什么呢 选择是这个 我们所说的必选项 必选项 是说错了啊 好 后半呢 再看这个单选题 是20年所出过的考题 根据规定 下来关于诉讼时效当中 最长失效期间 最长的20年 说法当中 哪些是正确选项 最长的啊 好 后半呢 A选项说 最长诉讼时效期间是20年 对不对 我们说呢 包括是普通时效三年 还包括最长时效 是20年 对吧 A选项 A选项是当选的啊 好 B选项 最长诉讼时效期间 从权力知道或应当知道时开始起算 对吧 你看 普通时效 是知道或应当知道 是主观的起算时间 而最长20年 是客观起算时间 对吧 是权力的权力 被侵害知己开始算的20年 对吧 是侵权知己开始算20年 而不是呢 主观知道时间 所以B选项是打叉子 C选项 最长诉讼时效期间的话呢 是可以中断 也可以是中止 对不对啊 不对吧 咱们讲过了 你看 普通三年时效 是依法能中断 能中止 但是不能延长 而最长时效20年 是不能中止 不能中断 但是经过当事申请 反准许是能依法做延长的 对吧 所以C选项说 能够中止 能够中断 打叉子啊 好 D选项说 不可延长 你看C选项 D选项正好相反了 是不是 说反了啊 所以D选项也打叉子 本题咱们只能选择 正确的观点是 A选项为20年 是20年 对吧 没错吧 好 再来看啊 是16年所出过的单选题 根据规定 下来各项当中 属于诉讼时效 终止的法定是由 包括哪些 终止是由啊 我们讲过 终止相当于是 诉讼时效的计算期间 按了暂停键 先终止暂停计算 后边呢 等到终止是由消除之后 再延长6个月 算6个月的期间 对吧 好 那么终止包括哪些呢 一看期限 二看四种障碍 期限指是呢 在最后6月之内 发生四种障碍之一 四种障碍包括哪些呢 咱们前面讲过啊 比如说不可抗力 是吧 等等情况了啊 好 看一下啊 哪些终止的情况 A选项 申请支付链 你看啊 仲裁破产支付令 失踪死亡强执行等等 是啥呢 是中断的法律使用 对吧 所以A选项 B选项 是中断的法律使用 而不终止的法律使用 不能选啊 后边 C选项 是申请 宣告一人死亡 咱们讲过 也是一样的啊 这什么呢 是失踪死亡 强制执行等等 也是中断的使用 对吧 背口就管用吧 管用啊 好 D选项 是什么呢 是权力 被侵害的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没有法定代理人 或者是法定代理人 也变成是 无或限制行为能力情况 对吧 这些的话是什么呢 是属于 疯子小孩无人人 咱们讲过的吧 是疯子小孩无人人的情况 是中止使用 如果发生在是 速速上最后六个之内 产生中止的效果 对吧 所以D选项 是中止的法定使用啊 而ABC 都是中断的法定使用 不能选 考试式的话呢 基本初级风格 初级的这个套路 都是这个方式来出现的啊 本题选择D选项 就可以了 好 那整个呢 诉讼时效的内容 我们呢 就给大家讲这么多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